從去年開始台灣疫情控制得都相當好 那今年大概是從那個4月底開始發酵 然後到三級警戒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疫情雖然發達 可是無形中也促進了科技的發展 我們舉例來說 這些今年顧問會議剛開始在談的時候 其實非常在乎那個所謂失明制的失聯制 因為早期大家還用手在寫 其實相當落伍 那雖然有像台北通 比較先進一點 用所謂台北通APP去做失聯控制 可是因為它只有現在台北市 可是北北基人員是跨縣市在流動的 所以講是講科技防疫 但是基本上來講 這一塊用得不是很好 但是疫情發展下去以後 到5月底的時候 開始中央推出了那個1922的失聯制 所以它就大幅度提升了 整個全國的一致性的人員追蹤的部分 但是我們第二個我想分享的是 1922雖然很好 可是有很多場域 其實像在市場或是公園或是公共場域裡面 它可能是一個比較廣泛的場域 它並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QR Code可以去掃 所以1922大概就沒有cover到這一部分 那我們看到其實有些縣市政府開始用影像監控 用廣域式的一個追蹤 用影像分析等等去找到一個密切的接觸者 那這個可以補它的不足 那這裡面做法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分為人流控制 人流控制印象比較深刻 像基隆斯它在用工業業協助 它用LIDAR去做控制 所以這部分它在廟口的控制到1500人的一個人員警戒 是非常先進的技術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影像AI分析可以去做所謂的密切的追蹤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疫情發展下面感覺起來 各個縣市政府不斷的不斷的在發展跟普及度 那第三個部分我想科技防疫不只是靠政府 不是靠縣市政府 很多部分像很多社區也好工商也好 其實自動測問跟口罩辨識都相當普及 但實際上我們從調查裡面很多民眾還是沒有體驗過 那這個代表說其實在POC部分 四點部分跟實際上大量部件還是有段距離 那我覺得說呼籲一下說 縣市政府跟民眾跟公司場域來講 應該藉助這個機會 然後趕快把整個社區還有公司行號的整個影像自動化 門禁自動化等等 做一個大幅度提升 可以享受一個安全便利也可以做防疫的科技 謝謝